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聞週刊 中國爆發的不明肺炎正在從兒童蔓延到成年人 多地醫院人滿為患 不少學校幼兒園停課 世界衛生組織要求中共提供更多細節 但中共當局卻聲稱沒有發現異常病原體 外界擔憂 質疑中共重演2019年隱瞞中共病毒疫情的伎倆 不讓人們瞭解真相 今年8月起 中國多地就出現小學生和幼兒集體發燒 呼吸道感染疫情 11月達到高峰 大陸各地醫院兒科持續爆滿 多地學校停課 一個班裡有一半請假的 還有一部分白天上課 晚上輸夜 只有那麼一小部分 雖然沒有感染 但是也在被傳染的邊緣上 有網友發視頻 全班43名學生 25人請假 11月22號 遼寧盤警市教育局通知稱 因生病在家的學生太多 各學校可根據情況網上授課 還有網友發的照片顯示 張家港市港區小學等許多學校都發了停課通知 目前北京 天津 大連 上海和杭州等多地醫院的門診大廳人山人海 換號排到幾千號 天津兒童醫院單日門診量突破1萬人次 各地醫療系統瀕臨崩潰 許多醫院的骨科 腹科都改成了呼吸科 收治染疫患者 有網友在X平台發文說 北大富兒醫院在11月22號啟動了方艙 作為臨時輸液室 緩解了很多人流量 前兩天輸液的都坐在走廊裡 樓梯上 大陸疫情的真實消息和嚴重程度 再次成為中共的所謂最高機密 遭到嚴密封鎖 醫生也都是按照官方定性的支援體肺炎進行診治 有家長反饋 孩子病情不斷反覆 甚至出現大白肺 也有很多孩子去世 有一個家長 他在學生的家長群裡面 班主任就問 為什麼這個孩子沒有來上學 然後他的父親就說 我的孩子再也不能來上學了 因為昨天晚上他已經遇到這種肺炎去世了 那麼我想這個事情肯定就是已經很嚴重了 就是有大量的孩子可能會已經死掉了 因為一般來說 支援體肺炎的感染 它是有自限性的 就是很多人感染以後 他自己過一段時間就會好 過去的支援體肺炎當然是在這個呼吸道感染中不是少見的 但是很少能夠出現嚴重的肺炎的這個症狀 更很少出現白肺的情況 大規模流行病監測數據庫新發疾病監測計畫週二發出警報 中國兒童出現不明肺炎疫情 週三 該機構再次警告 中國兒童爆發的不明肺炎與支援體肺炎不同 世界衛生組織11月22號表示 已經通過國際衛生條例機制 要求北京當局提供更多流行病和臨床醫療信息 以及兒童肺炎感染病例的實驗室化驗結果 那就說明其實中共政府目前提供給世界 提供給中國老百姓 包括其他的衛生組織 關於這次呼吸道疫情爆發的情況 是不能夠解釋現在的情況的 社會組織雖然想了解真實的信息 但是中共它的歷史 說謊的歷史 它是不斷不斷的重複 從SARS的隱瞞到2019年新冠出現 實際上它在銷毀證據 銷毀現場 讓世界也根本得不到真實的信息 11月24號 中共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發布通知 聲稱中國京東明春可能面臨多種呼吸道疾病 疊加流行局面 被認為有意為已經爆發的疫情做輿論準備 中共的這個信息流通它基本上有這麼三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就是絕大部分給公眾知道的 那完全是個謊言 這個其實那個內部它掌握的那個根本和這個完全不一樣 第二個它就是告訴那些專業領域那些人 你們現在該怎麼做的 還有第三種信息 就是它自己機密的那些個消息 你比如說以前我就記得有消息 接近消息高層的那個人士就是說 就講那個中共啊 這次疫情當中它真的是死了多少億人 這種內容呢就是中共最高層它知道 但是它絕對不會讓外界知道的 2020年3月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大師就曾明確指出 疫情本身是神安排的 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目前中共病毒這樣的瘟疫 是有目的有目標而來的 它是來淘汰邪黨分子的 與中共邪黨走在一起的人的 為什麼我們之前一直總勸大家 退出中共的黨團隊組織 原因就在這 現在這個危險就擺在面前 我們的觀念轉過來 退出中共的組織 同時誠心敬念法輪大法好 真善人好 那麼這個大瘟疫來了 可能跟您也沒什麼關係 就能躲過去 新唐人新聞週刊 黃燕華 吳慧珍綜合報導 美國太平洋陸軍指揮官福林日前指出 中共咄咄逼人 越來越多東南亞國家 尋求與美軍聯合演習 現在是全世界面臨危險的時刻 21日 美飛在南海的巴丹群島海域 展開三天的聯合海空巡邏 日本海軍陸戰隊本月進行了為期11天的軍事演習 美國太平洋陸軍指揮官福林近日指出 被阻止中共入侵臺灣 美方2024年將在亞太部署新型中程導彈 包含射程2500公里的陸基戰斧巡弋導彈 和標準六型導彈SM-6 福林說 中共咄咄逼人 越來越多東南亞國家尋求與美軍聯合演習 現在是全世界面臨危險的時刻 21號 菲律賓和美軍在南海的巴丹群島海域 展開三天的聯合海空巡邏 距離臺灣約100公里 菲律賓總統向馬克思表示 這一重大舉措證明 美飛正在加強雙方軍隊的海空巡邏合作 近來 中共頻頻在南海對菲律賓發起挑釁 例如11月上旬 中共海警向菲律賓的補給船隻發射水炮 19號 日本海軍陸戰隊 在最已受中共攻擊的東海邊緣的德之島 進行了軍事演習 也為歷時11天的系列演習畫上了句號 自衛隊聯合參謀長吉田歸秀將軍表示 演習的目標是讓國防自衛隊 在出現被襲擊的緊急情況下 能夠採取聯合行動應對 當初的防衛作戰 或是空艇作戰 水陸漁遊作戰 還有航空機的軌道分散運用 還有負傷者的治療抗爭 這些訓練在此實施 建於中共 俄羅斯和朝鮮的緊張局勢加劇 未來幾年 日本將展開更多軍事宴席 其中包括美軍的參與 中共提出要求美國停止武裝臺灣之後 美國防長隨即表態要加速交付軍售武器 幫助臺灣自我防衛 媒體消息 美國軍援臺灣多款軍事裝備 陸續運敵臺灣 中華民國國防部長邱國正20號 副立法院接受質詢 媒體關注 有關八萬套 美軍現役戰鬥各裝 一千艇M240B型排用機槍 近期陸續運敵臺灣 邱國正表示 軍事裝備都在平常 與美方交流的項目當中 應對中共持續動和威脅 美方保持高度關注 美國眾議院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 兩黨領袖在節目上 一致表達國會要通過 美國對臺灣及亞洲盟友40億美元軍援提案 而飽受威脅的臺灣民眾 也越來越不相信中共政權 近日 中研院公布的民調顯示 只有不到議程的臺灣民眾認為中共將信用 最新的臺灣公布的香港格數 以後有關的疫情指導 將它降到明年9.37% 前年2023年 最新的臺灣民眾的供應 列入共產運動 追查國際近日在高雄放映記錄片 活摘10年調查 近60位高雄達人裡的民眾仔細觀看後 深入了解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 相當震驚 時至今日 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惡依然在繼續 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呼籲 每一個有良知的人都應該站出來 共同制止中共 活摘器官的暴行 新唐人新聞週刊 黃炎華 吳慧珍綜合報導 以哈衝突持續 不過24日 在埃及和卡塔爾等多國的斡旋下 以色列和哈馬斯終於達成臨時停火協議 雙方停火4天 哈馬斯釋放50名被綁架的以色列人質 交換被以色列關押的150名巴勒斯坦囚犯 週六 第二輪釋放人質行動被哈馬斯推遲了幾個小時 11月25日 以色列和哈馬斯臨時停火 進入第二天 加沙地帶仍有濃煙冒出 24日 哈馬斯釋放了劫持的240名人質中的24名 以色列也釋放了39名巴勒斯坦囚犯 9歲的奧哈德蒙德跑過醫院的走廊 投入父親的懷抱 小蒙德和母親克倫 祖母魯蒂一同獲釋 第一批獲釋的有13名以色列人 10名泰國人和1名菲律賓人 11名第三國人質被送往特拉維夫南部的醫療中心 13名以色列人中有4名兒童和6位老人 年紀最大的85歲 最小的只有2歲 以色列施奈德兒童醫療中心兒科主任表示 醫院的8名人質狀況良好 他希望所有人質平安歸來 根據為期4天的停火協議 美釋放3名巴勒斯坦囚犯 哈馬斯將釋放1名以色列人質 4天內 哈馬斯將釋放至少50名以色列人質 主要是婦女和未成年人 以色列將釋放150名巴勒斯坦囚犯 以色列還表示 每增加10名人質獲釋 休战協議可以延長一天 哈馬斯10月7日入侵以色列 並綁架240多名人質後 7週以來 家屬們終於看到了希望 科恩戈爾德的7位家人被哈馬斯綁架 包括3歲和11個月大的孫子 這些日子 他時刻守在電視機前 必須吃安眠藥才能入睡 以色列人當天聚集在特拉維夫市中心廣場 向人質家屬表示支持 總理內塔尼亞胡強調 一定會救出所有人質 另一側 在以軍釋放39名巴勒斯坦囚犯時 27輛滿載物資的卡車也在一天之內進入加沙 25日 第二輪釋放人質開始 埃及官員稱 哈馬斯準備再釋放14名人質 交換被以色列扣押的42名巴勒斯坦囚犯 但在最後一刻 哈馬斯改變了主意 哈馬斯發言人烏薩馬哈姆丹聲稱 以色列沒有履行停戰協議 允許進入加沙北部的救援物資卡車遠遠不夠 因此 推斥原定當天釋放的14名以色列人質 經過幾個小時的斡旋 卡塔爾和埃及官員證實 哈馬斯將於週六晚些時候釋放13名以色列人質 其中有8名兒童和5名婦女 另有7名外國公民也將獲釋 同時 以色列也將釋放39名巴勒斯坦囚犯 新唐人新聞週刊 梁冬 陳莉 綜合報導 好的 休息一下 歡迎您繼續回來收看新聞週刊 我亦有非常有效益的影響 我亦有非常有效益 獨立的影響 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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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se wonderful virtues of truthfulness, compassion and forbearance in everyday life and do the right thing even when nobody is watching. So Falun Dafa helped me to see that light in the end of the tunnel and really understanding how we can assimilate to these beautiful values of truthfulness, compassion and forbearance, elevate our moral being and truly become a good person. 謝謝教授 從我寶寶教授和Dina 謝謝師傅 For this Thanksgiving Day 臺灣大選登記參選截止日當天 週五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發聲明退出參選 他說一直避免的事情還是發生了 藍白協商破局 相隔不到24小時 郭台銘宣布退選了 他在聲明表示 成大事者不計悔誉 或許可以被人遺忘 但為中華民國的未來選擇成全 還喊話 一定要贏 郭台銘八月底宣布獨立參選 當時大動作表示 不會屈服中共威脅 但10月 鴻海旗下位在中國的富士康 遭中共查稅後 郭台銘就一路省影 不接受媒體採訪 甚至之後的一個多月 只有三次公開行程 專家直言 從中共侵罰富士康 8.8萬來看 郭台銘退選 一點都不意外 他們應該跟郭台銘達成協議 郭台銘不會出來選 所以才輕罰 如果他真的要出來選 那就重罰了 可以看得出來 中國就是要逼迫 郭台銘出局 第一個 他內部的軍事的確還需要富士康 第二個就是說 迫使被郭台銘 跟依勒柯文哲結合的這樣的一個目的 丁唐人 野太電視 曾義豪 專詠如 臺灣臺北報導 臺灣2024總統大選參選登記截止後 確定三組鼎立 民進黨由副總統賴清德 前駐美代表蕭美琴搭檔 國民黨由新北市長侯友宜 聯手媒體人趙少康 民眾黨由黨主席柯文哲 搭檔同黨立法委員吳新瑩 根據最新民調 民進黨賴清德以31.4% 0.3個百分點 領先國民黨侯友宜的31.1% 民眾黨柯文哲以25.2% 排名第三 有近百年歷史的加拿大蒙特利爾聖誕大遊行 11月25日在市中心舉行 吸引數萬名觀眾到場觀看 這場蒙特利爾最盛大的戶外慶祝活動 在嚴冬來臨之際 為人們帶來歡樂和希望 寒冷氣溫下 擋不住慶祝的熱情 馬路兩旁圍滿了翹首以待的觀眾 給聖誕老人送信的遊政精靈 翩翩起舞的仙子和公主 駕著雪橇的聖誕老人 充滿喜慶的花車和表演隊伍一一登場 為現場觀眾帶來了歡樂 由法輪功學員組成的天國樂團 受邀參加了遊行 為觀眾演奏了法輪大法好 佛恩聖樂 神聖的歌等曲目 每年的聖誕大遊行 也被視為是開啟慶祝聖誕假期的象徵 新潭電視台蒙特利爾記者站採訪報導 好的 休息一下 歡迎您繼續回來收看新聞週刊 《遙新世界影視》製作的故事長篇《演員夢》 結束了東南亞的首映後 近日來到美國哈佛大學 在伯耶爾斯頓堂放映 主唱團隊清零現場 觀眾反映熱烈 作為歷史悠久 響於全球的名校 哈佛大學承載了來自世界各地 傑出學子們的夢想 《演員夢》講述的是主人公林美月 追尋演員夢想的過程中的大起大落 通過一本神奇的書 領悟生命意義 重獲新生 馬州州務卿候選人Rila Campbell表示 影片的主題起迪人心 尤其在當今世界局勢緊張 各種抗議活動密集出現的背景下 絕對這部影響都要在全球 都要在全球拍攝 它是美麗的 這就是在 Harvard 我們看到的東西 然後看到的 在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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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著看著 看著我看著 它是美麗 我看著 我看著 這就是這件事 我們需要 這件事 我們需要 我們需要 一世界上的 這件事 和這件事 我看著 這件事 我們需要 同时观众对影片中所展现的信仰的力量十分欣赏 和先生儿子一起观看《演员梦》的财务经理 看认为影片老少结疑 新唐人特约记者李初晴 杜文森 美国波士顿采访报道 感谢您收看这期的新闻周刊 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